暖江国小的小朋友热情地表演踢踏舞 画面上是国科会2023年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在五天的科学环岛之旅抵达终点站基隆 举办闭幕典礼 八节车厢聚焦八大科技主题 让基隆的国小学子有机会 透过活动来体验科学的奥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以前都没有在火车上玩过桌游 我刚刚玩了一个叫六军旗的游戏 就是两个人PK 用一个九宫格 一个人有三颗旗子 你可以向前移动 你向前移动 如果把对方的旗全部都赌光 别人没办法移动之后 你就可以获胜 我一直觉得科学笔记这件事情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们一直想让学生知道 科学就在生活当中 所以透过这样的列车体验 让学生可以知道 原来我们不经意的事情 它都是点点滴滴的科学累积 双手这样握着 一上一下 然后快速的让它去转动 这样快速的转动 这样它LED都发亮 配合科普列车来到基隆 海科馆跟相关单位 也在火车站南站广场摆设摊位 让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 透过玩游戏来认识海洋科技跟海洋生态 那它列车里面的每一站都有很多科普的议题放在里面 然后就让我们孩子会上车去玩 然后下车就像基隆这样这一站 也有很多的站可以玩 那当然海科馆有这么多站 苹果都有很多礼品可以换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台湾环岛科普列车 这样一个大计划是非常有意义的 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圆满路牧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闭幕活动贵宾云集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参加 肯定这个科普环岛列车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其实我一直都有想用这样子的路线 在短时间内带我的孩子 看一下整个台湾 不过比较少有火车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来做 没想到科普列车把它做到了 所以看到这个科普列车 能够在基隆完成这个闭幕式 我们就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教育还是 让我们下一代更好 更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教育的过程 让我们一起努力 创造更多的科普列车 基隆是我的故乡 我是在基隆巴督出生的 因此对基隆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今天代表国科会参加闭幕典礼 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说谢谢 第一个谢谢是要谢谢基隆市政府 以及相关县市的市政府 一路上给我们行政上的资源 以及协调国小来参与我们的科普列车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谢谢的是 相关的大学以及相关的教授 积极的投入设计科普实验 来让我们那么多的小学生 有那么多丰富的科学实验可以来玩 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环岛之旅圆满落幕 也带领全台1.5万名国小师生 开心玩科学 启发孩子对于科学的好奇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短日面 ł handicap 中国设计科广 kelimin 一件子 两件子 versy